两名义护人员将老太婆抬上了担架 老太婆的儿子给我打电话道 你哥们故意害人是不是 我妈刚打开你的快递 几百只蟑螂一下就飞出来了 爬了他一身 我妈被吓了心脏病直接犯了 现在在ICU呢 赶紧过来赔钱 我假装不知道 不是 这什么 这是什么啊 你妈进ICU 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你在港僧魔吗 你少在这跟我装傻 那个快递一定是你故意放在门口 让我妈拿的 你这个人心怎么这么脏呢 我们家不就用了你几天的无限吗 你至于这么嗨我们家吗 顿时我感觉自己又被道德绑架了 大哥 我提醒你一下 你母亲那不叫拿 那叫偷 我的快递一直都是放在门口 快递完都能给我证明 而且我这个月买了三只蟑螂 快递里的蟑螂是他们的死料 我又不知道是你母亲偷的 而且我发现被偷后 我还在门口喊了 你现在因为你自己偷我东西进医院了 你还敢反过来怪我 说完我便挂断了电话 顺带把这电话也拉黑了 另一边 怎么样了 他什么时候来交钱 老太儿子满脸通糊 那小塞子不承认是他干的 而且还把我拉黑了 怎么不来交钱 他的快递 他下个套 他还想这些责任 不行 你得赶紧想办法让他来交钱 这一天一两万块 咱们哪儿扛得住啊 老太儿子想了想 我去找居委会的人帮忙评理 我还就不信了 他把咱妈害成这样 难道一点责任都不用付 妻子也点点头 对治疗费 住院费都必须达出 而且还得赔给咱妈 至少一百万的精神死去费 一分钱不能少 很快老太儿子便来到了社区局委会 以他自己的口吻将事情复述了一遍 您说说 这个小塞子是不是太不适的东西了 出事儿的 不说赶紧到医院 看望一下老人家 把钱给交上 他居然还对我 还把我电话给拉黑了 可没想到 听老太儿子说完后 局委会的工作人员 丝毫没有半点同情 甚至对眼前的这个人 有那么一丝厌恶 黄先生 偷快递是违法的 你母亲违法在先 所以责任应该你这边自己承担 你听着男人瞬间不乐意吗 你嘴怎么这么臭啊 什么叫偷啊 我妈那是看他不在家 而且最近又经常发生快递丢失的事 这才好心拿回家帮他保管的 现在出事 当然得由他负责了 先生你有所不知啊 首先在法律意义上 只要不得到施主的允许 甚至拿人家快递 无论你出于什么目的 都会被定义为偷窃 亏以万不说吧 既然是保管的话 那为什么你母亲会私自拆新先生的快递 私自拆别人快递是违法的 留政法规定 任何单位和个人 不得私自开拆 隐匿 毁气他人邮件 冒领 私自开拆 隐匿 毁气 或者非法检查 他人邮件 快件 尚不构成犯罪的 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 这一套专业术语 也是向着男人说不出话来 他没想到 居委会竟然将责任 怪在了母亲身上 足奈只能回到医院 怎么样 办妥了没 男人摇头沮丧道 居委会的人 说责任是咱妈自己的 不愿意出面调解 怎么 这群拿工资 不干人事的垃圾 又知道欺负若是人群是吧 我们找律师吧 一定要让他赔钱 很快 两人来到了一家 律师事务所 请到了一名 专门打这类官司的律师 张义达 他太了解了 转入过程之后 张义达有点纠结到 王先生 王太太 这件事的责任 的确全在民母亲镇 真打官司的话 打不赢的 什么 不是 坏地 我可以对天发誓 绝对是他故意 放在那让我妈拿的 这咋就他一点责任没有了 这还有没有天理了 那这样的话 以后他都用这招去害人 那还得了 听见对方话 最有种的律师 顿时也是无语了 您先别激动 咱们最大的诉求 不是让新先生赔钱吗 打官司这条路 是行不通的 但是我们可以通过叔叔 进行民事调解 由于您母亲这边 受到的伤害太大了 在调解的时候 叔叔或多或少 会为您这边说说话 所要一些赔偿 再加上 如果对方有主观意向的话 我出面调解 肯定最少的 让对方赔偿你十万 已经有钱捞 壮汉也来的了 好张律师 就听你的 我们去找叔叔 今天上集 无赖大妈偷我快递 结果被吓进IPU 此时 我刚整理好前几天 发贷物业群的聊天记录 以及监控录像 和叔叔给我开的快递 被偷证明 忽然我接到了叔叔的电话 请先生 王大妈一家现在在局里 就要你过来一趟提醒调解 好的叔叔 我这就来 随后我立马赶到了派出所 眼前除了大妈儿子和儿媳 还有一位最有种的律师 张一达 请先生 关于您快递的事情 王先生还报警 按照流程 现在是早起期了 我点点头 行 调吧 请先生 调解的话 你也可以请律师的 局部需要打电话叫过来 今天这事儿没必要 我自己就能搞定 紧接着张律师开讨道 请先生您好 我是王先生跟王太太的委托律师 我叫张一达 是这样的 我的委托人 就您故意放贷张郎的快递 还他母亲住院一室 想向您索要一些必要的赔偿 这个赔偿不会太夸张 这个您不必担心 我敲了敲桌子 张律师 请注意你的用词 在没有我授权和允许的情况下 无论对方出于好心还是恶意 拿走我的快递 都属于偷窃行为 所以 不是我故意放快递 还老太太住院的 是老太太偷窃我的快递 导致她住院的 前进后果 我希望你能说清楚 不要混淆事情 另外 无论对方所赔多少钱 哪怕是一分钱 我也不会赔的 我没有责任 也没有义务赔偿 如果你愿意 可以走法律程序 我相信法律 会给我一个公正的答复 话音刚落 大妈儿子就急眼了 你 你怎么这么恶毒 明明是你故意放快递 让我妈去拿的 这才害她住院的 你现在不负责任 也就算了 还说这种 辜面老人家的话 你还是人吗 我没有理会 像疯狗一样的男人 张律师 你看看你委托人的态度 就算我对老人家心里 有那么一丝丝丝丝丝丝的建议 你觉得我还会愿意赔偿吗 简望张律师给男人 吃一下了颜色 姓先生 我认为 您还是适当地赔偿 一些钱比较好 这样对双方而言 都算是一个买力的结果 我之前进行过调查 您其实在之前的一段时间里 除了外卖 并没有让快递员 把快递放在门口的习惯 但是事发当天 您却故意让快递员 把这装满张王的快递 放在了家门口最显眼的地方 综上所述 张律达立马站了起来 以及急压迫的语气 说道 我认为 这足以证明您就是故意 故意让我的委托人 取通您的快递 我呵呵一笑 首先 我先回答一下您这个问题 的确 我之前并没有放快递在门口的习惯 但是那天我不在家 加上这颗快递不值钱 所以没放在心上 让快递完 丢在家门口了 以前我没这个习惯 现在我有了 有问题吗 那你这习惯有的时间 结两位免也太巧合了 我依旧保持您是故意放快递 在那的观点 除非您能拿出证据证明 您不是故意的 要证明是吗 好 我拿给你 我先是将自己 在业主聊天群里 这半个月的聊天 记录截图拿了出来 我买这些宠物螳螂 时间很久了 业主群里的人都知道 我喜欢在群里晒螳螂 同时也都知道 这些螳螂的食物是蟑螂 所以我网购蟑螂这一点 是我故意的吗 张律师脸色一江 摇的摇头 接下来看这个视频 这个视频的录制时间 是我在快递刚丢 不久后录制的 我在我家门口 骂了那么久 整层楼的邻居都听见了 那个时候老太太 还没拆快递 也还在家 她耳朵也没任何问题 绝对听得见我的骂声 我想请问张律师 这种情况下 能不能证明 老太太的行为是偷窃 而且还是明知道 是我丢快递的情况下 故意不归还的 张律师勉强的 点了点头 没有说话 随后我又将聊天 记录找了出来 你看我在丢了 快递的第一时间 已经去通知 物业经理 赶紧帮忙找偷窃者 那个时候 老太太依旧没有拆快递 她也在业主群里 能看到这条消息 此时最有种的男人 不免有些虚了 张律师 别急 还没完 我还有别的证据 事发的第一时间 我就来找叔叔报案了 就是这位叔叔同志 接待的我 坏地里有什么 价值多少钱 他知道的一清二楚 事发之后 我该提醒的提醒了 该找物业 我也找物业了 该报警我也报了 可偷窃者 就是去不归还快递 甚至还起了贪心 这个事件中 我有任何责任吗 提醒找物业报警 该进的责任 我全进了 你还想让我做什么 慌当一声 张律师摊坐在路子上 我提供的这一套证据链 完全让他找不到破绽 当然 张律师是专业的 我还是那句话 在这件事上 我不认为 我有任何的责任 更不应该赔偿一分钱 所以我不接受任何人 任何形式的调节 甚至是道德绑架 如果觉得我有问题 可以去告我 我相信 法律会给我一个 公平公正的答复 张律师有偷道 王先生 王太太 这件事对方没有责任 对方也不接受调节 所以 我也无能为力了 此时 女人也忍无可忍了 因为她认为 整个事件 自始至终自己家 还是受害者 她等了就没责任了 就算她证据再多 是她的快递害我妈住院的 这总是事实了吧 光凭这一点 她就应该赔偿 叔叔这事也开口道 王太太 你别无理取闹 我在强调语言 快递是正常放在 新鲜酒家门口 是你母亲亲的头铁 并且在事后 明知施主是谁的情况下 还去没法拆人家快递 如果你觉得不满意 那就去到法律程序 调解结束 新先生 你可以走了 一听到正 男人和妻子彻底郁闷了 没想到上跳下窜半天 我是一点责任也没有 本以为事情要结束的时候 我忽然得反了回望 叔叔 老太太偷我快递的事 还没解决呢 这是我快递的订单记录 麻烦王先生 陪给我三十 无赖大妈道德绑架 强行让我让座 我反手得了癌症 这天我刚刚下班 因为这几天确实很累 上了车我便睡着了 这时忽然有个六七十岁的大妈上了车 直冲我就走了过来 站在我的面前 用那种欠她几百万事的目光看着我 这时候我正闭着眼打准 忽然我感觉被人狠狠的打了一下 只见面前一个阴着脸的大妈 骂骂咧咧起来 光睡是吧 没看见老人在这吗 赶紧起来给我让座 说实话我还有些猛逼呢 这年头还有强行让座的 当时我这脾气又上来了 你让我让我就让了 你凭什么 你是我祖宗还是我杀 自己家孩子不孝顺 别出来祸害别人 岁数大了可了不起啊 大妈气得脸色铁青 大声嚷嚷道 小塞子 你说谁子女不孝呢 我儿子特么是年薪百万的 比你这臭坐公交车的小塞子 强一万倍 或年薪百万的 还让您坐公交车 果然越有钱越不孝顺 哎 大妈难怪您脾气这么差 大妈顿时被激怒了 大家都来看看啊 这年轻人什么德性 遇到我这个围剿不方便的老人 不但光睡 假装看不见 还骂我 大伙都来瞧瞧 都来看看了 我告诉你 今天这座 你让也得让 不让也得让 见大妈这么不讲理 电上的人也开始对大妈指指点点 不过总有一些 站在道德制高点的圣母 发表一些不同意见 小伙子 你也有老的那一点 尊重老人是一种美德 更何况你这么年轻 站一会儿又累不着 眼见有人替他说话 大妈顿时得意道 听见了吗 所有人都让你让坐呢 你还不起来 我也是顿感无语 不是让你是勤奋 不让是本分 怎么我不让就跟犯了什么大罪一样 所有人都是买了票的 年轻人就没坐着的权利了 眼见我还不让坐 大妈干脆破口大骂了起来 张嘴就是各种人体器官 还有家中长辈 要多难听 有多难听 话里话外 我就是犯了弥奸大罪 十恶不赦的恶人 此时脑海里响起了 一个小姐姐的声音 叮咚 随机任务出发 拒绝道德绑架 系统责语道具 甲值体验卡一张 癌症确诊病例一张 甲值体验卡 我还没反应过来 是咋回事 我的双腿立刻被换成了甲值 行了 我现在是残疾 我还有癌症 我看谁还道德绑架我 就在大妈还骂个不停的时候 我改口道 好了 好了 都别说了 我让 我让还不行吗 大妈健壮 顿时如同窦营的孔雀一般 骄傲的抬起了头 这还差不多 你们年轻人了 多战会没毛病 随后 我缓缓站起身 我能够清楚的感觉到 我的腿是一种空荡荡的感觉 我磨叽叽的 干什么 在磨叽 我都快到家了 挤开 大妈不耐烦的巴拉了我一下 这一发正合我意 我顺势倒了下去 见状 大妈心中一惊 你恶人也没用哈 这座 反正今天我是坐定了 磨叽脏脏一声 我腿上的两个甲值 稳到了一边 这一刻 仿佛全世界都安静了下来 我也不说话 顺势装作很吃力的样子 爬向自己的甲值 得知我是个残疾人 所有人心里冒出一阵 怒不可恶的火气 死死地听向座位上的大妈 最先站起来的是一个大哥 小兄弟 你没事吧 没事没事 是我不小心 大家千万不要怪这位大妈 不是他推的 也就是我这句话 所有人都开始 一火狂喷大妈 什么人的这事 跟一个残疾人讲座位 你哥们有没有良心呢 人家仿佛都这样了 你害人人家相作 害嘛人家 我看你就是套了钱的 人家都给你让座了 你推人家干嘛 有你这样做人的吗 你一个四十健全的大人 讲一个双腿残疾的孩子的座位 我他妈真想偷村里 一车人全都怒了 见惹了重怒了 又见我是个残疾人 大妈顿时气焰的淹了下来 他 他也没说 他是残疾人啊 哪个残疾人 好意思对外说自己残疾 人家不愿意让座 就是不想让别人 知道自己有残疾 你却硬声声 接人家的伤疤 我呸 恶心 不是老人变坏了 是坏人变老了 这句话在你身上 真是体现的淋漓禁止 让开 马上给人家让座 说着说着 有人起步过 就上去把大妈拉开 然后让我回去坐 我赶紧摇头 咕咕咕 我觉得刚刚的大姐说的对 每个人都有老的时候吗 是我思想觉悟不够 谈惠谈惠 此时中年妇女并没觉得 自己有什么问题 谈记人怎么了 谈记人不是人吗 又不是快死了 年纪情情的 给老人让座怎么了 此时我忽然挪动了下身体 啪嗒一声 我那份癌症 确诊病例一下就掉了出来 紧接上去 无赖大妈道德绑架 强行让我让座 我反手得了癌症 见我掉了东西 刚刚那位善良的大哥 上前说道 小兄弟 你别动呢 我帮你捡 只见这位大哥 再拿起这份病历的一刹那 大哥直接愣住了 他面无表情的 走到那位中年妇女面前 实劲浑身的力气说道 以后不知道情况 小他妈的道德绑架 否则信不信 我欠你一次抽你一次 不明所以的妇女 别怒了 你有毛病吗 他又不是快死了 就是双腿有点残疾而已 再说了 我又不知道 我可能就道德绑架了 大哥顺势拿起病历 睁开你的狗眼 看看这个 这位小兄弟 都前列新来晚期的 没几天活头了 此言一出 全车的人一片哗然 纷纷对我投出了 可怜的目光 我你们 给我安排个啥癌症不好 非给我整个前列线 但是此时我心里 还是非常爽的 爽到能笑的 露出八颗牙齿 此时中年妇女 也听呆了 一个劲的跟我道歉 小兄弟 不好意思 刚刚是大姐错了 以后不知道情况 大姐待也不罗嘴了 这还差不多 说完 大哥又忍不住 对着大妈一阵狂恨 平时去超市抢眼费 鸡蛋你肩膊如飞 去公园锻炼你 看你凹月冠军 跑去听讲宝剑讲座 听一天你都不嫌累 就回家这几步路 就觉得累了 鬼不行了 你老卖老的东西 去你奶奶的吧 眼见车上的人 都在属落大妈 我也想整点活了 大家别这么说 老人家不是有意的 可肯定是累的不行了 还让我让座的 没事 我站着就行 大妈你放心 坐着就行 此时大妈的心理 都快光飞了 恨不得赶紧给我跪下 我不坐了 我不坐了 我 我到站了 我下车 此时的大妈面如图灰 滋溜一下 就下车跑了 而我们这一车人 还没回过未来 过了一会 在回家的路上 我听见两个小屁孩 在那互相攀比 我爸爸最厉害了 我爸爸敢吃杀蚂蚱 你爸爸敢吗 我爸爸才厉害呢 我爸爸敢吃仙子 你爸爸敢吗 小屁孩本以为自己赢定了 只见另一个小孩 突然话锋一转 我家无限不要钱 直接用的隔壁 那个傻叉家的 500带宽的 下电嘎嘎快 我就问你 你家的无限能不要钱 本来听得嘎嘎乐的 我一下子笑鼓出来了 这个蹭无限的小孩 不正是我家邻居吗 而且我家的 就是500兆的宽带 我赶忙回了家 查看了下路由器的后台 果然 列表里都是他家的设备名称 更气人的是 他们给自己家 分配了300兆的宽带 就给我留了200 他奶奶的 要不是今天 听见小屁孩在吹牛 我还真就被蒙在鼓里了 此时小姐姐的声音 再次响起 选项一 邻里邻居的指示蹭个网而已 又没让你多花一分钱枉费 不要计较那么多 奖励 林奶奶的相吻一个 让林奶奶用爱来赶花你吧 选项二 想办法让对方主动退网 并给对方一次深刻的教训 奖励 免费无限带款加一块 无限大的不太硬盘 这还用想吗 肯定是二啊 既然你们连的是我的无限 那你们就迎接 被真子支配的恐惧吧 随后我准备了一些恐怖视频 我先是礼貌的 敲了敲老太家的门 而老太发现是我 也是没好气的说道 你来做什么 就是 是这样的 最近我家的无限有些慢 我就是想过来查一下 是不是你家偷的我无限 如果是的话 希望你们马上断开 一个小呆子 骂谁呢 谁稀罕偷你家无限了 那凉快的待着去 说吧老太就要赶人 没有 那自然是最好了 我家最近被黑客攻击了 一连无限就出事 老太也是一乐 跟我们家有啥关系 没人连你无限 当一声 便关上了门 回到家后 我隔着墙听见隔壁 似乎正在一起看电视剧 随后我立马将手机里 下载的恐怖视频 投到了他家的电视上 声音也放到了最大 几秒钟后 只听隔壁传来一声声的嚎啸 妈呀 有鬼呀 妈你快醒醒 你醒醒了 老婆赶紧打120 别 别叫 去一门贼花钱 我没事 我躺一阵就好了 妈你屁股底下 怎么湿乎乎的 要了啊 听得我那叫一个乐呵 没过几分钟 老太婆又找上了门来 老太 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老太婆只问道 刚刚那个恐怖视频 是你投到我家电视上来的 什么恐怖视频呢 你在讲分魔 你这个小栽子 在这给我装孙子呢 我告诉你 刚刚那个视频 把我吓坏了 你得赔我精神损失费 十万